是正確的 炎熱高溫民眾回到家 第一件是 打開電風扇量一下 市面上除了電風扇 還有另一種扇叫做循環扇 只是這兩種扇 效果都一樣嗎 你知道循環扇跟電風扇的 效果有一樣嗎 不知道 電扇循環扇都有扇 但兩者放在一起 同時打開 儘管風口對準人 不管怎麼吹 兩者給人的體感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循環空間 那它相對是不會 直接吹到人體 它是在空氣這樣子循環 讓我們達到 恆溫的那種感覺 那一般的電風扇 它就是我現在就是熱 我要直接吹到我的皮膚上 我才會有感覺 實際測試風扇 開機運轉五分鐘 室內溫度設施32度 接著換循環扇 溫度下降了1度31度 專家曝光循環扇 加上這個會更加粉 從冷氣機出來的 那時候的冷氣體是最涼的 在出風口當導風扇來作用的話 它會比較有明顯的效果 循環扇風集中 相較電風扇吹得廣 若是一般沒開冷氣 電風扇對人皮膚散熱量快感 最明顯 但加上冷氣 循環扇能帶動整個室內空氣 只要放對地方 還能加速冷氣效果 應該講我們都是建議在出風口 對於室內的一些溫度的均衡來講 會有幫助的 想要風大吹涼 循環扇 電風扇可別搞錯 儘管都有風吹出來 但實際的感覺可是差很大 三立新聞參議員 鄭銘桃宗翔 苗栗 台中報導 從 Robert JOHN 從突尾片跑到現在